揭发推后场 哎 判断失误了 陶田输了 陶田创造了本届市井赛最大的冷门啊 这是2022羽毛球市井赛南当第二轮 由二号种子陶田选斗对阵印尼选手普朗诺依 这一场比赛 陶田可以说攻防遭到了全面压制 许多球迷更是在赛后直言 在陶田眼神中已经看不到对胜利的渴望了 事实也的确如此 最近两年的陶田不管是奥运会市井赛还是亚井赛 都常常在前两轮就场招淘汰 这位世界冠军再也找不到往日的风采了 下面一起来看看陶田究竟是怎样出局的吧 第一局比赛上来 普朗诺依就果断批杀得手 陶田非生去救已经来不及了 后场的压制再来到往前轻松扑杀 开局后陶田可以说一点进攻都没有 除了防守还是防守 这回合总算有像样的进攻了 但杀伤力不足 军备一一防死 最后自己还起高球出界了 杀球终于得分 不容易啊 陶田这种球给的实在太舒服了 既没角度又没力量 这两个球都没接到 再来十分之一 将军战的 陶田现在不仅进攻能力全无 而且速度也比以前慢了不少 追上了 追上了 普朗诺伊连续三次杀球 超田再次飞成扑救 直接趴在了地上 你看这种揭发不就是纯送分吗 又是往前的扑杀 普朗诺伊顺利拿下第一局 进入第二局 桃田总算找到了一点感觉 当进攻威胁 微乎其微的他 只有被动挨打的份 普朗诺伊还上演了一记 仿拍杀球相当潇洒 这个回合真是令人唏嘘啊 晃成巅峰时期的桃田 这种往前突击是绝对不会失误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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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田现在只能扣着对手失误来得分了 一直攻击对手的防守位 但就是没有一次杀球能终结的 写特别排以前把这赛和wać 很多了 又是好机会没能终结 面对对方的杀球还直接定在了原地 彻底崩盘了 众所周知 陶田曾经两次拿到赤锦赛冠军 而且还曾一年内狂浪11座冠军奖杯 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但如今的他早已不复当年了 随着普朗诺伊压线球得分 比赛也就此结束 陶田连丢两局场招淘汰 也创造了本届市井赛最大的冷门 相比于二轮游 他现在令人捉急的进攻能力 以及对胜利的渴望程度 才是最让球迷当心的问题